全国29个省市区发布了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的表现尤为抢眼 崇敬天津占据增速之首 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 北京 浙江和广东则成为了增速最低的地区 前三季度全国GDP增长9.4% 已经有12个省份提前迈入了万亿俱乐部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增速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增速在两位数以上的省份中 中西部地区的比例超过了60% 重庆和天津的GDP增速占据全国之首 达到了16.5% 包括湖北和四川在内的几个中西部省份 GDP增速都在14%以上 而经济发达的省份占据了增速最低的三个位置 广东增长10.1% 浙江增长9.5% 而北京以8%的增速在上半年垫底之后继续维持最后一名 虽然广东的增速排名倒数第三 但广东的GDP总量排名全国第一 其后是江苏和山东省 因此在总量上排名前三的都是东部沿海省份 经济总量的增长 很多是由钢筋水泥的建设和投资所换取的 今年保增长促民生的宏观调控政策 让人们对改善民生有了更多期望 大部分的民众希望在看到城市建设蒸蒸日上的同时 能够获得更多的薪水和保障 物价增长和CPI能够奉缓 这两年 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的举措正在发挥效应 各地也逐渐意识到 不盲目崇拜GDP增长 减少高污染高能耗投资的出现 用数据来换取生态的回归和民生的改善非常重要 澳雅卫视 孟伟侯敬明 北京报道